我觉得这个党史的学习 其实在中国整个政治学习运动 它有一个基本的操作方式 那么首先是由党内的高层 制定一个基本的学习框架 和时间进展的一个计划 然后在党内展开 逐渐地向全民开展 是一个从上而下的 这么一种学习运动 那么目前来看 当然主要还是在党内先开始 但其实类似的这种活动 已经在其他的形式 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开始了很长时间了 比如说风行一时的红色旅游 还有包括影视界重拍 红色的一些老的电视剧 或者老的电影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歌剧 舞剧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钟晓晓的教材 也经过修改 还加上一些重大的 一些庆祝活动 那么实际上这种红色教育 已经贯穿到了各个领域 那么这次党史教育 只不过是把它 再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那么至于说 它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肯定应该说要达到 一个统一党内思想 要正本清源 那么由此展开一个 新的常设活动 最终要达到思想上 行动上 言论上 和新的党中央 要保持一个高度的一致 这是它基本的情况